趕着见另一批人,不满不得,阻止了,用粗口骂他,还粗路推开他,有消息还说他挥拳打不得。 又试过一手拉起打字太慢的女秘书,新书又提到白高敦有次坐坐下车,助手向他报告坏消息, 他立刻抓住拳头,大力打前座的椅背,保镖惊得不得了,助手还惊得卷缩一够,怕白高敦一拳打他的臉。